大家好,我是RX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从官网下载的RM模拟器 为什么无法打开,无法运行 这是RM模拟器的官网下载频道 建议下载标准版 不要下载这个测试版 系统选择的是Windows 10 我选择的是下载版64 非安装版 选择的是打包版 下载之后是一个.7Z的压缩包 一共是198M 这个压缩包解压之后 一共有628M 双击运行主程序 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系统任务里面也没有 这是因为语言设置造成的 RM模拟器的最新版1.90 它不支持简体中文 怎么办呢 修改RA的CFG配置文件 推荐使用代码编辑器 我用的是这个编辑器免费的 这个CFG文件是RA的配置文件 默认只有一条 语言是自动的 但是它不支持中文 我们给它加一条 指定语言等于11 12是简体中文 11是繁体中文 加这一条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保存 文件 保存 然后关闭 再双击打开 就可以了 这是RA模拟器的标准界面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RX 我们下次见